雙眼皮貼 雙眼皮貼 定妝噴霧 妝前乳 遮瑕 分泌液 平时用的眉笔 今天用的眉笔 眼影 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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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跟我平时化的妆好像没有什么差别 除了眉毛 眉毛是用比较深的颜色 还有就是比较 画的比较细之外 好像跟我平时化的妆 没有什么差别 可能还差一个口红 所以我先弄一下头发好了 那这次的发型呢 我是参考这个抖音上面的 我其实有练习过一次 我发现要做到跟他们一模一样 其实真的是很难耶 但是我的头发因为下面还没有去弄深那个发色 所以它跟发片多少都是 颜色是不融合的 其实我昨天就是特地不洗头 就是希望可以让头发比较扁平一点 因为他们就是要那种比较扁平的那种前面头发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 这是一个有味道的影片 就是这个小毛毛 我没有洗头也是看得到 我现在看起来好像 要涂了 我头发要涂了 側边弄个分线 后半头发随便扎起 前半段头发分一半 前面下半段随便扎住 前面上半段绑在后下方 这部分的可以松开 后方的分层上下段 后方上半步随便扎起 前方下半段绑在中间 夹发夹在中间部分 上半段头发放下来 夹发和蒸发夹在一起 稍微拉一下让它蓬松 我下移 再拉蓬松 地形棒整理碎发 这边前面头发不是很够 所以我想把它拉下来弄一个弧形 这样子都特别难 而且一刚开始绑上去的时候 可能绑得有点太紧了 有缝有缝感觉就很像那种 日本图头了的大叔 然后很拼命的 把头发往这边拉的那种感觉 我已经很努力了 这种发型肯定会显脸大 穿上服的妹子你们就不要在意什么 脸搭不搭这个问题好了 涂最后的口红 应该就是要配这种樱桃小嘴 我觉得头发很不行 不管做什么造型 还是要有发量是最好的 但我发量不是很过 我在江南 在八幻 多无限 你有斜阳 肉碎了 纯绝 喜欢这一期影片的朋友们 欢迎你们按个赞 然后还有就是 爬分享出去 让更多同胞知道哦 好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